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新浪微博的消息的分享 它有两种实现形式 第一种是通过第三方应用 第二用微博的客户端进行分享 这一种方式是最常见的 第二种是通过微博的客户端 第二用第三方应用进行分享 这一种分享方式比较少见 而且还需要涉及到一些商务的申请 我们这里就不再讲解 我们来看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们把它分为六个步骤来实现 首先检查环境 检查环境微博的Share API给我们提供了几个方法 分别是检查是否安装的微博客户端 以及检查微博是否支持这一个SDK 还有检查微博客户端的环境是否正常 在进行分享之前需要对环境进行检查 如果环境是OK的话 我们再来进行消息的分享 接下来第二步需要在我们的Uctivity里面 配置一个Intended Filter 它这里给我们提供的例子 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然后是注册应用到微博 在调用分享之前 我们需要注册应用到微博里面 通过微博Share API的RegistAPP 然后就是创建分享的消息和请求的对象 创建分享消息这里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创建文本消息的方法 然后获取到分享的消息对象之后 还需要创建一个请求对象 创建好分享消息对象和请求对象之后 通过Share API的Center Request的方法 换取微博的分享界面来进行分享 我们还有一步需要实现一个 Response接口 接收分享之后微博返回的数据 这一个接口 它有一个onResponse方法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它返回回来的 BaseResponse来获取分享的状态 是否是成功 设定这一个接口 需要在onResponse方法里面去进行设置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在自己的项目里面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分享 首先需要创建一个微博分享的系列 接下来我们的项目里面来进行设计 它需要传一个context的对象以及我们的appt 创建好微博实例之后 我们需要对环境进行检查 检查到是否安装了微博出乎端 然后还需要检查 微博出乎端是否支持当前我们所使用的SDK的版本 最后还需要检查微博出乎端环境是否正常 如果说这些检查都通过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消息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 adjustivity里面添加一个按钮 叫做新浪器 并且设定它的点击事件 在点击事件触发之后 我们就去实现一个文本消息的分享 首先需要将我们的app注册到微博的客户段里面 接下来需要创建分享的消息对象和请求对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创建好消息对象之后 我们在这里创建了一个请求对象 并且设定请求对象的消息对象 为我们刚刚所创建的这一段消息 并且需要设定它的一个唯一请求标识 我们就用系统当前的时间出来作为标识 然后再去请求发起分享到新浪微博的分享界面 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没有做 就是实现Handle的response接触 用来获取分享之后的微博返回的数据 这一段接触我们说了需要在 在onLiuinTent方法里面去设定 我们把这一段接触我们把这一段接触 实现到我们的main activity里面 在onLiuinTent方法里面来进行分享的结果的判断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进行分享 我们把分享的结果信息通过Node的信息导印出来 好了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 这里由于我的模拟器没法安装微博的客户端 我就在这里面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点击发送之后会回到我们的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的消息就发送成功了 我再来试一下点击之后我点取消 可以看到这它就返回了一个取消的状态 刚刚我们实现了文本消息的分享 那么如何分享其他类型的消息呢 微博SDK的demo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试列 我们可以参照它的试列来实现 比如创建图片消息的对象 音乐 还有video 这些我就不再一一演示 创建图片可以跟着微博SDK的demo来进行实现 这次试列 阵 美元 洲